最近飞天茅台这个闪平成交价 跌破到2600 很多人说茅台要崩盘了 茅台的价格下跌 到底会产生什么影响 真的会崩盘吗 有人甚至说 茅台跌到100块钱一瓶 我都觉得贵了 这样讲的 大概率是没有活过茅台 也不是茅台的目标客户 这样说 法拉利2023年全年销量是多少呢 13663两 对 你没听错 一共全球就卖了1万多两 这是一个非常少的量 丰田2023年全球销量是多少呢 1123万两 连这两天出来的小米汽车 一天约定量就近9万 其他的奢侈品 百达菲利每年生产6万只手表 爱马斯每年生产15只薄金包 这些奢侈品销量其实是非常少的 而且也不是说卖给大众消费者的 爱马斯的包成本就几百块钱 卖得到十几万 甚至上百万 大部分都觉得爱马斯这个包 就是收至上税的 但是你要知道 巴菲特的合格人查理芒果 认为爱马斯是一个极为卓越的公司 很多人本来就不是他的客户 你的评价其实影响不了他的销量 这些奢侈品它的价格 不是由大众消费者决定的 而是由购买力最强的那一部分人决定的 茅台价格是否崩盘 是由国内购买力最强的这个群体决定的 茅台同样也不是给大众货的 一瓶接近三千抵得上一个工薪节省半个月的工资 普通人谁购茅台 茅台是面子 是地位 是身份 是人情社会的通行证 包括这些奢侈品 他们其实都不是面对这些普通人的 所以你说身边没人购茅台 按照这个逻辑 那茅台2023年卖了1500亿 都是卖给了谁呢 全国13亿人 茅台的核心用户也就300万左右 占总人口的千分之二 所以你身边没有人购茅台是再正常不过的现象 再回个头来说这个茅台零售价下跌 谁最受伤 当原是经销商最受伤了 茅台出厂价1163元 是没有变的 只不过经销商加价 最高加到了3200 现在下跌到1600 只是经销商和这个黄牛的利润减少了 茅台的出厂价不变 对它的利润几乎没有任何影响 如果中端零售价能卖到更低 比如说1499 茅台一定会把它其他的白酒的市场份额给它抢过来 2012年13年 整个白酒行业出现非常惨淡 或是历史上最惨淡的那几年时间里面 茅台曾经市场价跌到了出厂价附近 但是那一年茅台的利润 一元维持了正正涨 现在这个市场价2600 离它的出厂价1163还是有遥远的距离 即使跌到那个时候 茅台一元能维持正正涨 所以这就是它的强大的护生活 这是已经被验证的 你像上海的好市多开业 不加价的茅台排队6个小时 上价就被抢空 京东和其他的平台的1499的茅台 也是需要抢购的 对消费者来说 茅台中端零售价下跌 让更多的人能消费得起 对消费者来说其实是好事 关注信物 了解更多财富背后的真相 感谢观看